面前,不管自信的大雄保证都爱梦同步流涕 并因为谎言要谁的效果 一直说着一定不会和我一起生活 永远永远都不在一起 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这部电影的主线情节里面也包含了 再见都爱梦,静香再见,雪山上的那麦石 等等今年的短片 都爱梦是大多数人童年的回忆 如今回味这剧场版,想到童年的我们 坐在电视机前看着都爱梦那纯真的样子 而长大后人总是要独当一面 面对工作或是考试 像是都爱梦离开大雄 他就开始自我要求 面对问题自我解决的能力 在我们生活当中 每个人或许身边都存在着一个都爱梦 这个人可能是照顾你的人或是你的家人 感谢他们在我们需要帮助或是成长的时候 给了一条温馨的道路 有一天他们会衰老慢慢的离我们而去 不会永远的在我们身边 我们应该珍惜在一起的时光 小时候开心看着都爱梦 长大后经过时间的磨练 重新回味这部电影 你是否有留下眼泪呢 如果你有其他感想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